我把话讲完了 明明下了大雨 学校高层在台上还是滔滔不绝 大批学生在风雨中受动听讯 没想到台上师长却还说出这样的风凉话 我会与大家一起站在这里 站在风底 嘴里说着同甘共苦 自己却站在台上躲雨 中国河南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日前召开军训动员大会 现场下起庞陀大雨 但学校高层面对学生暴怒嘶吼 尽一度甩官威施压 影片跟被学生火往上传 一状告到市教育局 依然是官腔回应全案调查中 但不止师长败高姿态 又一人耍大牌 原本说好了 要在学校户外草坪直播带操 但台湾艺人刘根宏却突然放鸽子 上班学生穿着担保戏服 就在10度低温苦等两小时 仰不少人傻眼 完全等不到人 直呼无言 原本安排户外待操 但因为飘雨 清晨决定移至室内场地 然而学校似乎没有告知学生 虽然说是一场误会 但寒风受动 依旧让不少人动出满腹怒气 C新闻黄泉一报道